林康正是第一身的 而我們《啤梨晚報》 真的不怕跟大家說 是一個很有規模 在這次的直擊報道之下 因為我們正式的員工 都不知道是不是算員工 只有林康正一個 我們有一個part time operator 但是現在 我《啤梨晚報》這個記者證的朋友 我真的不想知道有多少個 有很多 不過當然有很多由懸恨之後 就打了柴 我們所有人都有 給你買部件證 不是犯法的 因為作為持牌人 我認可每一個人 這樣便是合法的 好了 所以要認可不依 沒有呀 所以我的事 我想問你 你欺負人